不交 自寻死路 狼王目光一寒 当即一挥手怒吓指向激凝 声音轰隆响彻周围的虚空 杀光他们 铲除天残宫 让各方知道和我冰封军团为敌的后果 是 九名黑色人形生物同时恭敬英明 杀 这九名黑帝军都露出杀意 浩浩荡荡的威能进阶爆发 九道灰红的黑色流光撕裂虚空 他们已经习惯了征战 习惯了屠戮 一些强大势力被他们连根拔起 现在仅仅一个盗军势力 他们根本没放在眼里 纪宁听到回荡的虚空中的声音 眼中也露出杀意 这冰封军团真够霸道 可惜啊 这一次真正占据优势的是自己 清火 杀光他们 纪宁也指向前方发出命令 我早就等这时候了 一直在旁边按捺住杏子的擒火 扭着大屁股 发出了兴奋的叫声 同时看似普普通道的胖子 陡然化作一团耀眼的火焰 那赤鹅火焰中 有着展开一对巨大火红翅膀的 仿佛飞雄的奇异生物 正飞杀过来的九名黑帝军 都露出了忌惮疑惑色 他们感觉到了可怕威胁 却又根本不知道眼前是何物 嗯 远处的狼王也脸色一变 呀 秦火神发出震天的吼声 同时汹涌的暗红色火焰 从他口中喷出 几乎瞬间就笼罩周围虚空 也笼罩出了正杀过来的那九名黑帝军 这是 不好 这火焰太香 快逃 九名黑帝军都被暗红色火焰笼罩后 个个感觉到剧烈的疼痛 同时他们体表的黑色皮肤开始了逐渐融化 他们论实力虽然比护卫白蓉厉害一些 可黑衣帝军是让生命施展舍身仪式得以继承的 而护卫白蓉才是纯粹的傀儡 且是专门用来护卫的 且生存能力比他们强多了 好可怕的火焰 比竹崽级的秘术都强了不知道多少 一波帝军也惊叹道 寻常竹崽直接会被烧死的 一旁的轻魔则是说道 这些黑帝军躯体极为了得 才仅仅只是逐渐融化罢了 擦 擦 秦火神在口中喷出可怕的火焰同时 双翼一阵化作一道可怕流光 好快 静宁一惊 这速度简直比玉界非洲的极限速度还快得多 太快了 远处躲在玉界非洲内的那名雷星主宰也大吃一惊 他可是雷电一道成就的主宰 在主宰中速度堪称最顶尖的 也同样为之色变 这速度比我快得太多太多 这怎么可能那么快呢 秦火神 之所以叫秦火神 就是因为飞得太快 所以被认为是秦类 最擅长飞行 其次才是攻击手段 秦火神化作流光 瞬间就冲到一名黑帝军面前 其中一只胖乎乎的爪子一巴掌抓过去 直接让那名黑帝军的手臂扭曲 胸口撕裂出一个大窟窿 胸口内部有着无数的延时通道 其中就有一颗星辰直接粉碎 这一名黑帝军的身体要害受到致命损失 瞬间便毙命了 又是一爪子 直接当头抓在一名黑帝军的头颅上 虽然黑帝军头颅坚韧无比 可依旧直接抓得暴裂开来 这名黑帝军同样毙命 快退 远处的狼王将军看得是牙子欲裂 他看到那暗红色火焰石就已经知道不妙 立即便冲过去要救下麾下的属下 可他的飞行速度和秦火神的相比 简直差得太多了 根本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这些黑帝军们速度本就比秦火神慢得多 而这可怕暗红色的火焰下 他们速度更是锐简 至于将军狼王救援 这些黑帝军们仅仅一个念头就算出来了 以狼主的速度要飞过来 恐怕秦火神已经将他们杀得差不多了 所以得自爆 连手 我们连手 拖延时间 拖延一刹那即可 这些黑色人形生物遇到天敌一般 个个惊恐万分 幸好他们九个本来是一起冲杀过来 彼此距离还是很接近的 待着秦火神接连厮杀两名黑帝军的时候 其他七名黑帝军就已经聚集到了一起了 躲进冻天中去 有一名黑帝军拿出了一件冻天法宝 啪 在足以烧死主宰的可怕暗红色火焰下 永恒极品层次的冻天法宝直接军裂开 整个法宝完全损坏了 随着沐浴在火焰下的巨大翅膀一个震翅 秦火神已经杀到这七名黑衣帝军的面前了 七名黑衣帝军同时挥出双掌 同时提表银色图案也亮了起来 一股滔天的寒气弥漫开来 只见一个个黑色大手掌表面凝结冰层 拍击向眼前杀来的秦火神 不啊 死 秦火神本就是蛮横得很 自然是硬碰硬 他飞扑之下 一双巨大的仿佛熊爪的大爪子拍击过去 带着让远处济宁 轻魔懂人都心颤的威能 和那七名黑帝军一个个黑色手掌 直接碰撞在了一起 碰 一股不可思议的碰撞 瞬间引起周围虚空的崩塌 这七名黑帝军联手拼命下的威能 不亚于一名异宇宙之主了 和秦火神这一次碰撞 虽然是处于下风 可也让秦火神也是一个亮相 速度也受到了遏制 而七名黑帝军却同时往后倒飞开去 个个全身震撼 身体噼里啪啦出现大量的裂痕 这伤势太重了 即便是他们也需要好一会儿才能完全的恢复 略为一个亮枪速度锐减的秦火神 跟着就愤怒了 又再度扇动翅膀 瞬间划过长空 杀下那些依旧朝四方周围抛飞的黑衣帝军 黑衣帝军们可没那么快能缓过来 不好 分开逃 能逃一个是一个 这些黑衣帝军们个个重伤 甚至身形不受控制的在抛飞 根本无法再度联合起来应付 只能是顺着这股抛飞之势逃命 秦火神翅膀挥动下 快得可怕 爪子掠过一名逃开的黑衣帝军 瞬间便撕裂开黑衣帝军的胸口 胸口处可是有好几处的要害 自然是一击毙命 秦火神血盆大口一咬而下 直接将一头黑色人形生物给咬到嘴里 咔嚓咔嚓 就这么吃掉了 这是整个混沌宇宙中最可怕的凶兽 混沌元兽 他们吃掉一个欲戒都很正常 这黑色人形生物对秦火神而言 吃起来更加轻轻松松 还颇有些劲道 给我住手 狼主终于杀来了 秦火神在狼主阻碍前 依旧是一爪拍击在一名黑色人形生物的背部 令其背部直接凹陷下去 体内发出各种噼里啪啦的声音 这名黑色人形生物气息也瞬间微弱下去 该死 给我死 狼主暴怒了 双手各持一柄战刀 两道仿佛彩虹的刀光划过长空 蕴含着狼主无尽愤怒和杀意 劈向了秦火神 秦火神却是直接挥动翅膀 巨大的翅膀仿佛一面盾牌拍击在了两道刀光上 砰 比刚才秦火神和七名黑衣帝君正面碰撞 还要猛烈一次的碰撞出现了 狼主不由道非 秦火神的速度也停了下来 略显惊讶的看了看狼主 该死 狼主看了看身后 只见身后那四名重伤的黑衣帝君正在仓皇逃向远处那一艘欲解非洲 这让狼主愈驾心疼 九名黑衣帝君竟然一下子就损失了五名 我冰封军团无尽岁眼 还没有如此大损失过 冰封军团征战四方 掀起一场场大战 一共也就才战死八名黑衣帝君 可这次原本轻轻松松的击杀一个盗军势力而已 竟然瞬间几方兵封军团就损失了五名黑衣帝君 你倒是有点实力 和那些异州之主差不多 却打也打不死 秦火神发出嘀吼 滚吧 懒得和你打 如果不是那七个黑色家伙挡住我以下 恐怕他们全部都得死光 的确 按照秦火神那可怕的速度 的确可能在狼主阻拦前杀光所有的黑色人形生物 那七名黑衣帝君联手阻挡那一下 影响了秦火神的速度 这才让那九名黑衣帝君最终才死了五个 逃了四个 你 你 狼主愈加疯狂愤怒 他从来没受过这么大损失 他完全的狂暴了 你给我死吧 我打不死你 懒得打你 你还来 秦火神怒吼着也杀了过去 方圆百里虚空完全崩塌 虚空碎片都绞杀成无数的炽热粒子 巨大的火焰飞行身影和一道通体金色的身影一次次的碰撞厮 这是代表另一层次战力的碰撞 秦火神的确占据着优势 完全压制那金色身影 一次次将那金色身影给打得倒飞开去 不过 金一帝君身体太强 体表连一点伤痕都没有 他一次次的疯狂杀了上来 展露出无比精妙的刀术 那是主宰境界的刀术 可怕的碰撞 让纪宁轻摹他们为之心惊肉跳 这就是异宇宙之主层次的实力吗 纪宁微微点头 秦火神实力的确比异宇宙之主要强上不少 可依旧杀不死 毕竟他境界太低 完全仗着天赋在战斗 所以异宇宙之主们都能在秦火神的面前保住命 不过硬扛是扛不住的 就像身体够强的金一帝君狼主 一次次被虐的倒飞 只是愤怒让狼主一次次弃而不舍的再度杀上 真是大毁灭 主宰在这样的攻击面前的确会丢掉性命 这才仅仅只是冰封军团的一名将军而已 清魔惊叹道 他已经是金一帝君了 那位孤独陛下也只是金一帝君罢了 一旁的一波帝君则是说道 那位孤独陛下只是多了些战争兵器而已 那些战争兵器对秦火神而言就仿佛挠痒痒 根本伤不了秦火神那堪称不灭的躯体 所以孤独陛下杀过来也一样得被蹂躏 这就是混沌元兽的可怕 吉宁点头 忽然 在后方远处出现时空波动 一名雪白一袍的 有着六根弯角的白胡子老者 踏出了时空裂缝 正是芒牙主宰 好可怕的波动 芒牙主宰也色变地看着远处毁灭天地的一幕 那是远远凌驾在他之上 达到另一层次的波动 好强大 这就是达峰领主说的 已经超乎他控制的可怕力量吗 远处又有一道身影出现 正是风雨主宰 金一帝君 传说中和一宇宙之主相当的金一帝君 竟然完全被蹂躏 这头异兽 到底是什么来历 明兰主宰也出现了 如此可怕的波动 他作为阎龙玉界的三大主宰 也生出感应都赶了过来 在场的那艘玉界非洲 是雷星主宰和逃过一劫的四名黑衣帝君 另一边是纪宁等人 以及新来的三名主宰 他们都震撼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场大战 秦火神和风魔的狼主大战 该死 该死 狼主发出愤怒的咆哮 咆哮着回荡在四面八方 声音中蕴含了他的憋屈 他的愤怒 他的不甘 他从来没这么愤怒过 虽然他一次次狂暴了杀上去 可是他不能再这么下去 因为再狂暴下去 体内蕴含的威能消耗殆尽 那就有生命之位了 卑民道君 我记住你了 记住你了 狼主转头看了眼远处的那白衣少年 眼眸中有着可怕的杀意 走 狼主立即开始逃了 想要逃 同样被狼主搞得很愤怒的秦火神 则是双翼一震 瞬间就划过长空 速度快的可怕 几乎瞬间就追上逃窜的狼主 他的巴掌爪子再度挥舞过去 你说逃就逃了 砰的一声便是滔天巨像 而狼主将军也是丝毫无损 他手中战刀化作一道圆光 整个人都好似一个圆形 在冲击力下顺势继续逃窜 他强悍的身躯却根本丝毫无损 狼主逃 秦火神追杀 秦火 给我追 纪宁心灵传音下令 交给我 想要逃就逃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秦火神则是疯狂的发泄着 我们追 纪宁也挥手放出一艘欲界非洲 纪宁清魔 一波帝君白戎 都开始朝里面飞行 北冥 也带我们去瞧一瞧吧 芒芽主宰飞了过来 明兰主宰 风雨主宰 也同样过来了 对于异宇宙之主 这一层力量的碰撞 在没有威胁的前提下观战 他们是非常乐意的 经过刚才短暂的观察 他们已经有了新的推断 毫无疑问 那个可怕的 完全压着 金一帝君的神秘异兽 应该是纪宁一方的了 好 一起 纪宁也没拒绝 于是 纪宁 一波帝君 青魔 芒芽 风雨 明蓝 白戎 进阶乘坐一艘玉解非洲 玉解非洲 划过长空 在后面追逐着 虽然单论速度 金宁驾驭玉解非洲的极限速度 是不如秦火神的 可狼主的速度太慢了 所以秦火神一路蹂躏狼主 金宁他们也能轻松的跟上 一波 好久不见一波 芒芽主宰他们三个 都和一波帝君打招呼 一波帝君 也是出自炎龙玉解的 自然和这三位主宰认识 双方一边摇看远处 那更高层次的可怕战斗 一边说着 贝鸣啊 这一兽 可是传说中的混沌元兽吗 芒芽主宰很快 问出了心中最想知道的 一旁的风雨主宰 明蓝主宰同样好奇 金宁点头 正是混沌元兽 名叫秦火神 难怪 我说 也就传说中的混沌元兽 能有如此可怕的实力 芒芽主宰他们三位 都有些恍然 他们之前虽然有所猜测 可毕竟从来没见过 那都是传说 太罕见了 了不起 了不起啊 这秦火神身为混沌元兽 却和冰封军团交战 应该是被驯服了吧 风雨主宰说道 明蓝主宰更是看向一波帝君 一波 这混沌元兽是你驯服的 他们都有些震撼和钦佩 传说中的混沌元兽 剑都难得一剑 驯服那就更是传说中的传说了 可如果是一波帝君做的 他们虽然吃惊 也还是能够理解 一波帝君 本就被一些顶尖大能们邀请 前往一个个神秘之地 如果能走运 驯服一头混沌元兽 也是有可能的 哈哈 我可没有这个本事 是北明驯服的 北明 芒芽主宰他们三个 都难以置信地看向纪宁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北明道君也太妖孽了吧 从来没听说过如此可怕的道君 如果是一名永恒帝君的话 像达方领主 孤独陛下这种大能 驯服一头混沌元兽 还算正常 可一名道君做到这种事情 那简直是太神奇了 运气而已 吉宁很是平静地 依旧看着外面 目光更是落在远处那一艘 化作电光 一次次流转飞行的 欲见非洲的身上 好快的欲见非洲 这次欲见非洲飞行速度 比我们这边还要快得多 感觉偶尔迸发的极限速度 比秦火还要快 雷星主宰 以雷电一道成就主宰 速度上当然是极为擅长 他驾于欲见非洲 也更加精妙地 发挥了欲见非洲的威能 让欲见非洲 飞行时也能更快 一旁的一波帝君 则是说道 所以个人境界很重要 同样的宝物 在不同大能者的手里 威力依旧是有区别的 技宁点头 哇 雷星主宰驾驭着欲见非洲 在战场边缘飞行着 远远躲着那头秦火神 光看这一场大战 雷星 快救将军 其他四名黑衣地军 都焦急催促道 没法救 太快了 雷星主宰摇头 那头混沌元兽太快 我最擅长飞行 可速度依旧远远无法和他相比 即便驾驭以飞行著称的欲见非洲 也勉强比他稍微快上一丝 而郎主将军速度又太慢 比我飞行速度还慢 混沌元兽一直环绕在他周围 我一旦靠近 就很可能被混沌元兽抓住 一旦被抓住 我们都晚了 哎 该死 这四名黑衣地军也愤怒不已 实在是这次经历打击太大 可他们也明白 秦火神是何等的可怕 毕竟之前短短刹那 其他五名同伴都已经死了 如果稍微慢上一点 他们四个也得死 放心吧 看得出来 郎主自保还是很轻松的 雷星主在说道 嗯 将军他不疯狂对战 如果仅仅自保 所消耗未能 则是大大锐剑 完全能持续死杀 那混沌元兽虽然很强 可境界很低 攻击招式都很愚笨 将军完全能够自保 那四名黑衣地军点头 可他们也清楚 将军狼主 那是异宇宙之主的战力 这才能轻松自保 这才能轻松自保 像他们黑衣帝军 虽然混沌元兽的境界很低很低 依旧能够轻易地肆虐他们 这就是以利破法 任凭境界再高 在绝对的差距面前也没用 狼主此刻 仿佛是一个圆球 他每一次都精妙地利用 秦火神的力量 被一次次轰得抛飞 可他自身能量 消耗得却极低 狼主将军依旧很冷静 摇看在远处 一直跟着那艘欲解非洲 北冥道军 我记住你了 等着吧 时间流逝 这一追一逃 转眼就持续了数万年有余 纪宁驾驭着御界非洲 一直在跟着 他眉头也渐渐地皱了起来 之所以追 就是因为纪宁不敢放弃 任何一个斩杀金一帝军的机会 这混沌元兽 受无尽之大气运 他们有着近乎不灭之躯 力量浩瀚无尽 补充起来又快 所以当初西斯族 干脆将它当作一个能量源泉 而金一帝军的威能补充 却是要慢得多了 纪宁之前期待着 消耗光了金一帝军威能 到时候金一帝军 恐怕就得殉命 可惜对方也不傻 也不疯狂的拼了 而是一次次借力泄力 自身补充 完全跟得上消耗 自然要扛多久 都能扛多久 数万年时间 这狼主将军 依旧能够轻松坚持 看来他补充恢复 已经赶得上消耗了 纪宁周美 清火 回来 纪宁传言下令 远处黑暗中的秦火神 则是发出骄傲的一声吼声 追杀数万年 对他还真没什么 一两个混沌剂 对他而言 也就是打个瞌睡的时间 被追杀的狼主将军 微微一愣 跟着才明白 秦火神 已经停止吹杀 这才连飞向雷星主宰那艘 御界非洲 咻 很快 冲进了那个御界非洲之内 而那艘御界非洲速度大增 化作一道耀眼电光 迅速消失在远处黑暗中 纪宁默默地看着黑暗 一波帝君则是说道 谁能量之雄魂 混沌元兽 其实远超一宇宙之主 一级数 可他境界太低 就仿佛孩童一般 只能最浅显地使用 所以未能再大 也仅仅只能压制 异宇宙之主的技术 传说中 还没有一个异宇宙之主 金翼帝君 能死在他的手里 纪宁点头 利用效力太低 这么强的能量 西四族布置出摇火镜 轻易转化成大灭绝之力 轻易灭杀异宇宙之主了 秦火 能有纪宁这一境界 就能轻易地杀死 金翼帝君了 可惜他的境界 低的可以忽略 只有最基本的野性 只会最基本的杀戮罢了 可惜让金翼帝君逃了 轻魔嘀咕 不能再追了 再追 一旦孤独陛下 率领冰封军团杀过来 恐怕也麻烦 一波帝君说道 到时候 我们也只能躲在 秦火神的庇护下了 纪宁点头 整个冰封军团 金翼帝君 可是足足有四个 其中最强的孤独陛下的战争兵器 有数件 连异宇宙都能强行地毁掉 秦火神 毕竟也就一个 很难同时应对各方 自己等人要保命 也只能是躲在 秦火神携带的洞天内了 当然 自己也能命令 秦火神去杀戮 直接杀到 孤独陛下的老巢去 所以真的斗起来的话 恐怕双方都逃不到好 哇 秦火化作了皮肤红润的胖子 进了一截非洲 哦 倒得真痛快 好久没这么打了 呜 秦火得意得很 那什么 郎主将军的 真扛打 被我打了不知多少次 就是打不死 一旁的芒牙猪仔 明蓝猪仔 风雨猪仔 青魔等人 个个都有些敬畏地 看着这个胖子 看似无害的胖子杀戮起来 主宰简直是被屠戮 异宇宙之主 也是被蹂躏的 只能保命罢了 这三个谁啊 秦火看了看 芒牙主宰他们三个 嘴巴动了动 主人 要不要吃了他们 别别别 芒牙主宰他们三个 吓得大跳 他们都是我好友 秦火别闹 哦 秦火点了点头 随意朝旁边的一个椅子上 一斜躺了下去 挥手身前 就出现一些美食吃的 开始大口吃了起来 混沌元寿 果然是不一般 不一般呢 芒牙主宰 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们都一个个的 情不自禁 朝季宁这边靠近 尽量远离秦火神 看过今天这一战 算是长见识了 风雨主宰则是唏嘘的 虽然早就听说 异宇宙之主 极数的大战很可怕 可我 真的也是从未见过 毕竟那一层次大能 很少拼杀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真是厉害 远远超过我等啊 纪宁也点头 他也同样被震撼住了 秦火的火焰 恐怕就能烧死自己了 禁医帝君的威名 也不是假的 秦火神完全施战一切手段 就是伤不了他 纪宁也渐渐的明白了 论攻击实力 秦火神也就比 异宇宙之主强一些 还做不到灭杀 论防御 他却堪称近乎不灭 论能量雄浑 也近乎无尽 向孤独陛下 借助西斯族的兵器 论进攻 甚至能斩杀 异宇宙之主 可惜 依旧伤不了秦火神 而防御 也就是一名 正常的金医帝君 重要的是 无法持久战 就像达峰领主 每次施展一次 青阳星 消耗都极大 孤独陛下 要施展那些西斯族兵器 消耗同样很惊人 所以 这些明明攻击 能更强的大能 遇到混沌元兽 伤不了他一点 他却能 大摇大摆的一路屠路 孤独陛下 他们也是只能看着 这一战带来的震撼是强烈的 济宁 青魔主宰 风雨 芒牙 明兰他们等一个个主宰级的 都感觉到更高一层战力的可怕 同样 他们也都羡慕济宁 竟然能收服一头 混沌元兽 该死 欲解非洲内 一道道身影站在四周 个个沉默 直至金色身影第一次开口 打破了寂静 郎主将军站在那 目光冰寒 满是杀鸡 周围的气氛 仿佛是凝固了 他们什么时候 受到过这样的打击呢 将军 其他四位都看着郎主将军 绝不能这么罢休 郎主将军咬牙切齿 必须得请陛下 无尽的寒气弥漫 笼罩周围的虚空 一座冰山悬浮在虚空中 冰山上有着一道道山峰 其中一座山峰之巅 正有着一道身影悬浮在半空 通体银色的王座悬浮当空 他有着银色的华美长袍 露出了双手脖子脸部等部位 依旧是金色的 这银袍金色人坐在王座上 双手搭在扶手上 在他的眉心位置 则有一菱形的血红色金石 唯能隐隐又仿佛第三只眼 他此刻正抬头看着远处的虚空 默默地看着 整个冰封军团都知道 孤独陛下经常会独自看着虚空 这位孤独陛下平常是永远冷着脸的 让每一个属下都会感到恐惧 甚至他一个念头就能剥夺手下的金一帝军 黑一帝军的躯体 而后转移给其他人 所以每一个冰封军团的士兵 在他的面前都是无比的惊惧 唯恐惹怒陛下 也只有在疯狂杀戮时 孤独陛下才会露出一丝微笑 陛下 一道灰袍身影飞来 恭敬行礼 孤独陛下金色的毛子扫了一眼 你是狼主的追随者 是 灰袍身影恭敬地回道 我本尊一直追随着狼主将军 刚刚得到狼主命令 有一非常重要之事 要禀告陛下 说 孤独陛下淡然道 目光依旧看着无尽虚空 这件事起源于一个叫北明的道军 灰袍身影 开始恭恭敬敬地将这件事从头到尾的细说一遍 没有任何的夸张 完全实事求是 孤独陛下从头到尾也只是听着 甚至听到纪宁拥有主宰实力 他也只是眼皮动了动 唯有听到混沌元兽时才转过身来 混沌元兽 孤独陛下低声道 他的主人是谁 是一波吗 不是 狼主将军说了 他们曾看到过北明道军直接下达命令 说秦火杀光他们 灰袍身影说道 这头应该叫秦火的混沌元兽的主人 应该是北明道军 混沌元兽 主人是北明道军 哼哼哼 孤独陛下嘴角微微上翘 他在笑 这让禀报的灰袍帝君感到惊惧 每次孤独陛下笑 他都会感到惊惧 很好 是道军就好 孤独陛下清静点头 似乎颇为欢喜 狼主将军说了 他们死了五名黑衣帝君 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还请陛下下令 事情过去就这么过去吧 那五名死去的黑衣帝君 死了便死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 这北明道军的确堪称一个不可思议的妖孽 他如今有了混沌元兽 而道军们大多都是疯子 所以别和北明道军斗了 斗了那头混沌元兽杀过来 谁都阻拦不住 灰袍身影怪怪的听着 传令给狼主 让他带着他麾下留在阎龙御界 孤独陛下眼眸中有着一丝期待 让他等待 等待关于北明道军的一切消息 等北明道军河道失败消息传来 再通知我 是 记住 从今天开始 别再招惹北明道军 直至的河道失败 再告诉我 孤独陛下吩咐道 去吧 灰袍身影恭敬行礼 而后迅速退出 孤独陛下 此刻坐在悬浮的银色王座上 默默地看着虚空 主人是道军 道军寿命短 死了 就可以换主人了 密魔御界 青阳心上 达峰陵主 也得到芒牙主宰 风雨主宰 明兰主宰 他们的禀报 混沌元兽 主宰是北明道军 这个看似邋遢的老者 走出了他的小院 他的目光 前所未有的亮 传说中的混沌元兽啊 竟然出现了 达峰陵主当即喝道 传我命令 一切混沌元兽消息 不得外泄 十六玉界联盟 和外界有联系的 那几位主宰帝君 更是下达严令 禁止外泄一切消息 是 师尊 旁边两名弟子 都攻进应道 达峰陵主 情生地狱 一旦外泄 会引起更多的老家伙 道军寿命有限 道军一死 混沌元兽 如果有他原主人的命令 会很快接受新主人 师尊 那孤独陛下 应该知道这事了 一旁的午夜猪在说道 孤独的性子 怎么可能将这消息外泄 至于这北明将来 河道失败 孤独要和我争 他争不过我的 师尊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吗 无业主宰 低声问道 他曾经是达峰陵主门下最不起眼的弟子 最后却是成就最高的 无业主宰 看似傻乎乎的 可一个能一心钻研西斯族傀儡的主宰 怎么可能会傻呢 他关键时刻是极为冷静的 无业很清楚 混沌元兽的归属是足以影响自己师尊的地位 自己师尊和那北明道军不同 北明道军一个道军才能活多久 自己师尊却是永恒寿命 如果能驯服一头混沌元兽 那么自己师尊在茫茫混沌宇宙中的地位 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至少不是那孤独陛下所能比的了 什么都别做 大方领主摇头 无需刻意 北明道军是个聪明人 他心中自有评判 嗯 五叶点头 越是逼迫 越是无用 只会让北明道军胜出敌对的念头 孤独已经和北明道军结怨 以我对孤独的性子了解 他也只会强迫 不能急 要有耐心 这件事 一定要北明道军心甘情愿 他一旦合到失败 终究是得做出选择的 师尊 如果那北明道军合到成功了呢 成功 那可是终极之道 我曾听至尊说过 从未有任何一个道军凭借终极之道 能合到成功的 一旦成功 实力将难以预估 恐怕将比混沌元寿都要可怕得多 到时候混沌元寿已经是不重要了 北明才将是最重要的 五叶主宰天王帝君也不由思绪飘飞 想着终极之道合到成功 那得多强啊 别想了 茫茫浩瀚混沌宇宙 修行着文明至今 也诞生了数位至尊 都从未诞生过一位终极之道的帝君 达风领主摇头 可能性太低太低了 达风领主一声令下 十六玉界联盟自然个个应命 其实啊 每一座玉界距离都非常遥远 要传播消息 本就是很艰难 十六玉界联盟和外界能联系的 也就取之可数的几位主宰帝君 只要他们不对外说 便传播不出去 至于十六玉界联盟内部 则完全的传开了 因为茫芽主宰 风雨主宰 明兰主宰 和达风领主联系 也是透过好几位主宰帝君 进行传递的 毕竟 茫芽主宰他们一个个 也没有第二元神法身等 在达风领主呢 自然是需要传话 传到天芒帝君呢 而后天芒帝君 再告知达风领主 知道的亦多 十六玉界联盟内部 自然也就传开了 阎龙玉界的黑暗边缘地带 一艘玉界非洲出现 正是雷星主宰驾驭的那一艘 非洲内 正有着六道身影 分别是一金色人形生物 四名黑色人形生物 以及一名紫袍紫发男子 他们便是冰封军团的将军 狼主 四名黑衣帝君和雷星主宰 立下誓言 狼主冰冷地看着紫袍自发男子 是 是 雷星主宰连忙笑道 孤独陛下有令 我岂能违背 我雷星 以生命启示 这雷星主宰被逼着立下了誓言 一切关于混沌元寿 秦火神的消息 都不得外泄 你可以走了 狼主挥手 扔出一件储物法宝 便带着麾下的四名黑衣帝君 飞了出去 玉界非洲迅速离去 只剩下将军狼主 四名黑衣帝君 在黑暗边缘 将军 这阵恶气 就这么人了 四名黑衣帝君 依旧不甘心 他们何时吃过这么大的亏 还只能往肚子里咽 按照兵封军团的习惯 谁敢挑衅 那都是以疯狂之士反扑的 所以孤独陛下 才斩杀了三名异宇宙之主 陛下的命令 你们也都知道了 狼主将军兵冷道 陛下有令 我们就得做到 陛下现在不在乎什么北明道君 陛下现在最关心的 是那一头混沌元寿 只要将来 能够得到一头混沌元寿 我们兵封军团 将要强大得多 四名黑衣帝君 一想到那禽火神的可怕 便是一阵心机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在阎龙玉界内 默默潜伏 关注那个北明道君的 一切动静 就等他合到失败了 混沌元寿的消息 在十六玉界联盟内 就仿佛是春雷乍响 惊待了那些主宰帝君们 而孤独陛下 达封领主则开始默默地等待了 他们都等待着济宁 何道失败 走吧 一名血腥气息浓郁的 邪恶邪炮老者 站在虚空中 叹息一声 身后 则是其他一众邪恶的帝君们 我们 我们就这么离开了 这些帝君们都有些不甘 我们失败了 邪炮老者摇头道 那北明道君 一次次的逃过杀戒 甚至还让主宰当追随者 更有一头混沌元寿 这已经是我们根本无法匹敌的 我们如果再留在阎龙玉界 以北明道君的影响力 我们怕是很快就会被灭杀呀 而今 唯一的生路 就是离开阎龙玉界 我们分开走吧 漂泊吧 离开了 我们才有生路 邪炮老者叹息一声 是我血云实力不够 惭愧了 威名远波 足有圣城之主实力的血云帝君 就这么撕裂时空 一步迈出 独自离去了 其他帝君们一个个相识 个个都心中不甘 毕竟要漂泊到另外一个御界 最起码得百万混沌计 实在是太久了 混沌宇宙 总有我们生存的地方 我们走 这些帝君们很快就下定决心 或是单独 或是三辆联手 进界离开 开始漂泊逃亡之路了 感谢观看